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小区的共享单车太少了 亏了我聪明 昨天晚上我给他扛加一台 要不今儿出来办事就当务事了 别动 别动啊 你千万别动 得天天白天 别动 哎呀 串上来 我说你让我别动别动 瞄准呢 不是 你把共享单车弄我这屋里干啥呀 发生什么大美 让我帮他取花去 不说那个了 我已经没电了 哎呀 赶紧上你这儿给我共享一下 不是 你把车往前挪挪 你把人共享单车整来干什么 干点事毛瘦毛奖 冲上没啊 哎呀 冲不上了 啊 那行啦 干什么呢 啊 这车你就这么骑来的哦 啊 那我就弄不明白 就你骑这车的时候 你把屁股搁哪了呢 这玩意它不疼吗 不疼 一点都不疼 那你是练过呀 哎呀 我这俩我不跟你说了 赶紧看好电话以后来许了 我找到我着急 不是 你这孩子车别放 你们大伙都看见没刚才他是这么齐来的吗 这肯定得有座 这小把座上 他刚才都上哪去了 哎呀 你说这是共享单车 这是大家共享的东西 他把车座拿下来 这撑他自己装车了 什么人呢这是 不行 我得把它安上 哎呀 这怎么安 哎 来碗嘎嘎糖 来 哎呀妈呀 这小嘎嘎嘎咋还变成大嘎嘎了呢 啥意思啊 我说老范大哥 你对共享单车感兴趣啊 赶紧看你啥时候来的啊 别跟我说话 从现在开始 我不跟坏人交流 坏人 哪有坏人呢 坏人 没有 还用喊吗 坏人就站在我面前 你说我呢 不说你说谁呀 朋友们我都没搞清楚啊 看看这个面相长得多寒厚啊 内心多阴暗啊 你这干啥呀 把共享单车弄回来 把车座拿下来 你要把共享单车变成你自己的私人VIP单车吗 老兄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误会啥呀 现在就有很多人 老是琢磨这共享单车 不是把人锁给变坏了 就是把二维码给人消掉了 最可气的就是他这路人 居然把车座拿下来了 哎 你说让人骑车的人 那屁股搁哪 你真误会 这不是我 那是谁 大秦子 大 大秦子 哎呀 要我说你长得这么寒厚 不能有这缺德心眼吗 是 大秦子不长别的 全长得缺德心眼了 是吗 肯定是他干的 这事我相信了 好好地教育教育一下 这小子我跟你说 以后我肯定好好教育教育 必须教育 哎那个 他老兄你来得正好 我还想求你点事 啥事 这个二狗子不是在咱那个小区门口开了个水果店吗 对啊 今天他说他人手不够 让我抽空过去帮他照看照看 你帮我看会儿店呗 不是我是来和他 不是一会儿我就回来 我就看一眼就回来 这个手机啊是大秦子放这充电的 大秦子 哎你可以那个看一下啊 他有那个车座 一会儿你给你给安上 不 好了 车座就别安了 为啥呀 我就等着大秦子回来 我看他骑这车的时候 屁股搁哪 教育教育他 你这招挺损的 必须的 但是不行 怎么着 这是共享单车 万一谁用骑车想骑车没坐怎么办 哦 也是啊 那就这样 如果真来了别人 我就把车座给他安上 如果别人不来 我就等大秦子 我看他怎么骑 大伙就等着看好戏吧 没错了 修丁 走了 等一下 你看看你看看 光说他了 还得说说我呀 我是来啊 想喝网嘎嘎糖 然后就帮你们家去 特意给你们家大米买的最好的水果 他是最爱吃的 啥呀 榴莲 别扎着手 别扎手 哎呀 是这味够味吧 拿走吧 不能拿走 为啥 我现在去给二狗的看的是水果店 哦 我拎着榴莲去 我还能拎回来吗 啥意思 那人家不得误会了吗 哪有那么傻的人 谁能误会呀 刚才我不就让个傻子给误会了吗 哪有 你是说我呢 你哪里不 我一会下班的时候我就带走 那行了 拜托了啊 好了好了 带好了啊 好嘞 放心吧 电脚给我没事啊